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我想要來介紹一些我個人覺得很喜歡 很有特色的動物 居家裝潢 我挑選的動物都是我去朋友們島上玩的時候 發現他們島上的某些動物房子很好看 但可能這些動物相較之下 不是人氣排行會在前面的動物 因此比較沒有被人注意到 那我這次就拜託了這幾位朋友讓我去他們島上拍攝 介紹一下他們島上我覺得很好看的那些動物房子 接下來就讓我帶大家去看看吧 好的 首先我要來介紹的是一個叫做朱黎的獨角獸的房子 因為它好像是唯一的獨角獸吧 所以應該蠻多人知道這個角色的 那我們就來進去看一下它家長什麼樣子吧 這就是朱黎的家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它家裡全部都是12星座的家具 它不知道摸了多少次妹妹才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包括上面的這些星星的吊飾啊 不過它房間現在沒有那個播音樂的家具 可能是被蓋掉了 我不知道它原本的樣子是什麼 播音樂的家具 可能是被這個雨傘之類的蓋掉吧 那這也是難免啦 總是會有一兩樣家具被蓋掉的 送個魚還是蟲了 然後就沒音樂了 它的壁紙是星空牆的壁紙 很漂亮 也是跟妹妹要的 她真的不知道摸了多少次妹妹 你看她那色咪咪的眼 哈哈哈哈 在毀放她 歡迎來到朱黎的房間 Diota 是自戀系的 不過它房間沒有床 雖然很多動物的家裡都是沒有床 原來這是可以切的 好啦 那這就是朱黎的家 那現在要介紹的這個房子呢 也是我朋友島上的一位住民的家 那就是 森森 她剛好就畫一個她的頭像在她房子門口 森森的家 那我們進去看一下 登登登 這就是 森森的家 她可能本來放音樂的 播放器 被這些蟲給蓋住了 這是常有的事情 有沒有很漂亮 這是夜景牆 然後搭上這個 地毯 然後再加上鋼琴啊 然後撞球桌啊 這邊還有一個植物的吊飾 這個是不能做的 這個是藤製的 這叫什麼去了 藤製沙發嗎 總之整間房間的色調呢 就跟森森本人非常符合 很搭 我覺得很好看 我第一次到她家來拜訪的時候 她就給我看森森的房子 不愧是自戀系的角色 我覺得自戀系的角色 好像大部分房子都非常的好看 然後女生是成熟系的角色 也大部分裝潢都是非常豪華的 撞球桌很可惜 就是 按了沒有什麼反應 不能玩 還真的是很難想像 好的 那這就是森森的房子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封傑的家 封傑是隻很可愛的藍色兔子 這是她的房子外觀 封傑的家簡直就是一個電動店 很像回到了小時候那個 什麼麥克龍湯姆熊的那個年代啊 現在這種街機店就比較少了 封傑是我很喜歡的一隻兔子 你看她的頭 她後面有一個吹氣孔 有沒有看了就很想要把她 起邪念 就是想要把她 把她頭上那個蓋子給拔起來 不知道她的頭削封的話會是長什麼樣的 那大型電動機台呢 有這種射擊遊戲機啊 然後格鬥遊戲跟這種麻將機 然後她家裡居然還放了兩台 就是販賣機 我覺得超有特色的 那封傑呢她也是悠閒系 我真的覺得悠閒系一堆超可愛角色 超可愛的封傑 那這就是封傑的家啦 這是朱莉亞的家 朱莉亞是一隻孔雀 她雖然是成熟系的女性孔雀 她雖然是成熟系的女性孔雀 可是她不知道為什麼有著一副孔雀的外表 這就是她的家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欸這看起來很普通啊 可是你們不會覺得如果你要出去租房子的話 這種房子看了你就會想把它租下來嗎 但是我還蠻喜歡她房間的整個風格喔 特別是這個衛浴設備 然後這些藤邊的家具 然後白色的放在一起 欸 可是她這個床這樣擋住了根本就沒辦法上去啊 欸 這是可以躺的耶 很棒耶 然後這邊有浴缸啊 然後這個 這就是朱莉亞的家啦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這個房子喔 就是我自己 如果住外面的話 我會想租的房型喔 好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一個叫做 毛海兒的羊 她的房子非常的有個人特色 她的房子外觀呢是像這樣子 看起來就是還蠻普通的 不管是顏色上或者是設計上 好 來進去看一下 登登登登 這就是毛海兒的家 這真的是家嗎 哈哈哈哈 毛海兒 你好 妹 不是吧 你在這邊寫書吧 她家就是 兩百的洗衣機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把她招攬進你的島上 你的島上就多了一間洗衣店了 只是她這個擺設椅子也是沒有辦法做 可惜 還附垃圾桶 我覺得她的房子真的是超 超…超級有她個人特色的 誰會把自己家裡搞成這個樣子 這怎麼看都是路邊會有的那種洗衣店 自助洗衣店 另外大家知道嗎 這個洗衣機啊 你只要按下去之後 它真的會開始做一些 進水啊 然後就開始洗衣啊 然後… 那個脫水再烘乾的動作 它真的會做喔 大概要等個十幾分鐘 然後她會把這些動作 給全部做完 我現在才發現說 它上面還有一個電風扇 哈哈哈哈 還有一個監視器 這個房子真的是 怎麼看都不像是住家 好啦 那這邊就是毛海兒的家 真的嗎 有 我有看得出來 非常的講究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要介紹的幾位動物的家 那我自己島上的居民呢 雖然臉都長得很可愛 但是房子都很普通喔 那像史培亞呢 她的古董擺設我是蠻喜歡的 可是她已經被我亂送禮物變得面目全非了 然後呢 小潤家的咖啡廳風格雖然也不錯 但我想大家應該都看過了 就沒必要再介紹了 不過我島上有一個人的房子 我一定要推薦一下 那就是 遠人的家喔 那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看一下 剛好在做DIY 你們看 這個原木長椅 還有這個原木的床鋪 看起來像不像樣品屋啊 是的 她就是樣品屋 但你們知道遠人她自己原有的房子裝潢是怎麼樣嗎 她原來的房子是長這樣的喔 你們看這個星空牆配上沙灘 營火吊床是不是超美的 我一定會找一天幫我家遠人換房間喔 她的房間裝潢對我來說絕對是動森的第一名 超好看的 好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希望我今天介紹的內容 能讓大家對這些動物會更喜歡喔 這樣的話我的目的就達成了 那就這樣子啦 掰掰 感謝收看